Hello,欢迎来到皮卡小课堂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海报 但是不一样的是 今天这个海报 我们主要用的是自由变化工具 还有选须工具 好的 那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图层 800-100 记住,像素 接着让我们打开上方的视图 选择 guideline new guideline laid out 然后呢,两个都要有 都换成2 OK 现在我们就做了一个参考线出来 接着让我们打开素材包 然后将小行李箱 先拖进来 缩小一点点 再把帽子拖进来 帽子缩小一点 看到这里有个小钩子吗 让它和行李箱的对齐 记得换一个背景颜色 前景色是粉色 背景颜色填充 前景色填充 outer delete 接着让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别的素材 嗯 还有个箱子的文案把它拖进来 大家也知道我的性格了啊 我所有的文案都是提前做好的 因为我这个人嘛,比较懒 这文案就拉大拉小 尽量对齐你放的这个边缘线 这小飞机呢 放到行李箱下面去 因为在上面图层可以隐藏在下面图层 好 基本上的摆放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到我们的选区工具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影子 选择椭圆工具 在行李箱下方 我们稍微放大一些 这个位置 画一个椭圆的影子 点击上方选择 然后呢 找到修改 点击语化 大家也知道快捷键为Shift F6 只改成15 然后呢 前影子的填充 Ult delete 然后这个影子要记得在 行李箱的下方 大家也知道 这个影子就是虚化 它是从外往内虚化的 所以你直调太大的话 就会让圈圈不见 显得特别的尴尬 common D 需要选序 如果觉得这个影子太明显了 那么可以调低一下不透明度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给这个灰机 加一个影子 按住common 点击飞机 出现轮廓 然后呢 新建一个图层 可以像是按下方的那个小页面 就像之前一样 或者我们可以按Shift common N 好 这次我们用快捷键 Shift F6 然后我们调小一点吧 换充补 再一次潜品色填充 hot delete common D取消选区 然后你看这个影子 现在盖住了飞机嘛 所以就是在下方的会被上方的覆盖 那移到下面去 移到那个飞机下面去不就好了吗 哒哒 影子就出来了 然后现在影子太突出了 就调低不透明度就好了 我们来绘制图形吧 一般绘制图形是用这个 但我们说好了今天只用选须工具 那么就只用选须工具咯 首先 然后out delete 前景色填充 common D 取消选区 common D出现定件框 可以随意拉扯 调细一点呗 毕竟只想要调线 怎么回事 它怎么会等比例缩小呢 这个怎么办呢 按住Shift 因为我用的是2019 所以想要缩小 不是等比例缩小 就要按住Shift 如果你是以下版本的话 就是2019以下版本的话 那你想要等比缩小才能按住Shift 就是刚好这个是相反的 将自己摆好按住确定 这样呢 我还想要条线 我要直接复制吗 那有点麻烦对不对 我们按住Alter 这个是随意复制 选择 选择工具 这是一个黑箭头 按住Alter 这是那种黑白双煞的箭头 按住Alter 出现黑白双煞箭头 将小线条 拖到这里来 之前我们画的不太好 这里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 该怎么办呢 出现涂层蒙版 选择B 黑色隐藏 白色显示 涂掉就好了 现在最后一步 我们要做一个十字 小十字 首先先拉一个横端 先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呢 前几色填充 Alter Delete CombonD 许条选区 CombonT 出现一件框 接着呢 我们选择 复制这个图层 CombonJ 复制 CombonT 出现电线框 然后呢 哪个旋转90度 都可以 反正旋转出来就行了 现在我知道 这两个图层 是一个十字 我永远不会改变了 我把它们合并一下 选择Merge Layer 或者是 你可以选择Combon1 也可以合并图层 然后呢 将其缩小 放到这个 上方来 完成 现在呢 我要将它 复制到另一边去 按住Alter 出现这个 黑白霜煞 点住它 把衣过来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素材包的领取方式 为去Instagram 在内建平台 at我 并输入你观看的视频名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 点赞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